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次和你找盘我们就来到荃湾区 为什么呢 因为有谷友说它持有100万首期 月入是7至8万左右 希望600万以下可以做到九成按铁的放盘 其实它锁定的目标就是荃湾、东九龙和将军澳 不过因为之前几集我们也看过将军澳和东九龙的放盘 所以我们就决定今次锁定目标是荃湾区 之前有谷友都问我们这个环节里面有没有广告成份 我也想重新 和你找盘这个环节里面是没有广告成份的 我们看第一个放盘就是位于荃湾的半山 冬天的时候真的挺冷的 第一个单位位于荃德花园 一个实用340呎的单位 叫价是500万 亦是今天看的3个放盘中最平的一个 虽然楼宁已经超过34年 但你一看荃德花园就知道它是80年代的出品 当时应该都用中价住宅包装 你看到屋苑有会所 现在会所的布置很华丽 大家都知道 但这里反破归真 都有室外泳池和网球场 而且并不是集中在一个位置 而是分散在不同角落 不过拍摄时天气真的很冷 我都决定快一点就进入室内 这个单位实用340呎 我觉得保养也算新正 客饭厅不是左右厅报告 而是曲尺形 视角上不算很宽敞的一类 外望景观也很一般 都是以公路景为主 至于两间房是打对角的摆 但房间真的很小 其中这间是做了睡房 床头位置 其实你可以看到少少 南巴勒海盒 但你看到前面有个宫下地盘 现在正在重建 日后需要景观都会阻挡得七七八八 印象之中 但是全德花园有两房积 属于眼镜房布局 我觉得那款积 应该会比较灵活一些 虽然眼镜房会五门归心 但客饭厅会比较方正一些 而且很多人都会拆走其中一间房 纳入为客饭厅 其实如果真的选择到全景围 我自己可能会先考虑荃湾中心 起码你由港铁坐小巴去到可以直达 又或者是荣威花园 往山上走 但是荣威花园的好处就是 它实用很高 由小巴站走过荣德花园 要多走五分钟才到 要繞过港安医院 落车过马路才到 而且你买东西没什么选择 楼下就有一间叫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 不过夜归的话 其实你可以选择 在旺角朗豪方楼下 就有一间小巴去例成方向 那你就可以在途径青山公路 全湾段落车 其实由全湾出来的巴士 很多时候都会途径这里 刚才在一个单位 就可能会比较远来 全湾市中心 第二个在一个单位 就会比较近到全湾港铁站 这个就叫全湾中心 是一个316尺的单位 跟刚才的单位的面积差不多 不过叫价格就贵少少 要530万 我们都入屋去看看 大家不知道 会不会觉得 明明这个单位面积小一点 但内拢又好像比刚才的单位大一点 其实我就有这个感觉 可能因为单位就没有走廊位 变相每吋空间都可以融入室内 所以你会见到以前80年代起的上车盘 大多数都是流行这种眼镜房开继 虽然现在客饭厅比较方正 但就要透过傢俱去分间出客厅和饭厅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五门归心 即是一个单位有几幅墙都有门 便会局限你放傢俱的位置 有些人就会索性去改房的位置 譬如封了其中一道房的门 拉直客饭厅的墙身 又或者索性把睡房改做对角门 甚至有些人就会把睡房里面的间隔墙拆走 改成一间大房 有些人又会考虑改动洗手间的门 由厨房那边入 这里就没有做改动 但你见到睡房都算几阔落 还可以偷到两间房间之间的墙身做入场柜 荃窗中心在六阳新村对面 这里还有三个屋苑 包括荃丰中心、华都中心和豪辉花园 其实这几座物业的基座都有个小型商场 由荃湾港铁站经过行人天桥 其实你会跨越一个商场连接一个商场 我个人觉得有些似葵冲广场打环地搬过来 因为里面也有不少时装店、小食店、理发店等等 其实感觉有少少集联 所以起初未上楼前 我会觉得有少少烏烟瘴气 不过入到屋我又没有这种感觉 透过客饭轻的側窗 你外望会见到青山公路段 虽然也望到少少人寨医院 但你远望会见到余心广场 睡房的景观 楼下都是望屋苑平台 打側就会望到三栋屋花园 环境都算挺宁静 不过正因为卫视算方便 所以不用担心买东西 还可以经天桥走过去对面清晰店 和荃湾街市 更加重要是下雨的时候 由荃湾港铁站回家 其实你只有一小段路会淋到雨 其他地方都有牙遮头 当然了 其实你也可以从地面走到入口 总之这些都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单位所欠缺的 来到今天看的最后一站 我们来到偏离于市中心 远一点点 去到荃湾西站附近的海滨花园 这个单位就会比之前两个单位的面积 大概大了100呎左右 所以叫价都会贵一点点 就要6一万 但都符合到观众的运判预算 海滨花园和之前两个屋苑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本身属于荃湾大型屋苑 原本是香港加德士公司总邮库 其后在美国加德士公司 新世界发展 和曾经兴建美夫新村的美国公司合作之下 在80年代初展开的大规模住宅发展项目 我之前去过中央图书馆看过一些资料 它的设计概念主打绿化 有很多水上花园 在海滨附近有自设足球场 网球场和蓝球场 而大厦和平台之间 就会设计有花园 还有一些商铺 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 虽然至今已经超过30年了 但你都会看到它保养得意 一层8个单位 两三房都有提供 我们参观的两房 就算是海滨花园最小的两房积 和第二个参观的单位 其实也有点似 都是眼镜坊报告 但整体空间都很大 客饭厅比较分明 还有屋主颇懂得空间规划 例如它将原本的洗手间门封了 改由厨房门入 客厅看下就更具空间感 其实有两个位置我都想赚一赚 第一就是屋主偷了很多位置做储物柜 例如主人房位置做床头的时候 上面你会见到有倒顶衣柜 门口位置做了些储物柜 因为保养都很新正 下手可以保留 第二就是全屋都有做清洁 其实你走到厨房和洗手间 你就会特别感受到 你看到洗手盆一点黑边都没有 抽气线都完全没有灰尘 其实以前参观很多单位 业主搬走傢司后 交铰匙给代理放盘就不再清洁了 不过你再进去看楼下角度去看看 入屋第一印象很重要 如果观感洁净企业 叫价略高 我觉得准买家都可能会觉得没问题 三个放盘暂时先看到这里 如果被你的房屋选择的话 你们又会选哪个呢 究竟是三选一还是三个都不选呢 你问我我会先剔走全德花园 三个原因 一它比较偏离市中心 第二就是如果拿着同样银马 在全景唯一带去找盘 其实我觉得还有其他选择 三来就是它股价不足 部分银行连500万都猜不到 汇丰只是猜到456万 股价不足幅度达到一成 可能你会说海滨花园都股价不足 而且股价不足的幅度更加夸张 但是海滨花园本身就是一个大型屋远 而且计及流转量来计 它去年是达到3% 流转率高低其实有什么影响性呢 其实如果流转率高 其实反映到屋远 比较容易得到一个乘折 试想像一下 当某屋远的单位 是有某一个价钱买出去的时候 自然这个价钱就会成为其他放盘的指标 价钱就比较容易推得上去 所以大型屋远的价钱往往都会升得快一点 虽然海滨花园股价不足 但我觉得都可以试试大胆同业主计价 而且虽然去银马算是三个屋远最高 但准买家都是供得起的 因为如果以它现在拿着100万的首期去计算 道转虚算 如果借林郑Plan去上会的话 其实它是买到800万的楼价都可以 因为如果以800万楼价去计算 即是九成按揭 其实月供大概是30,113元 供款占入息一半就可以过关的话 其实月入大概有7万多元都可以过关了 海滨花园现在月供大概是22,000多元 占它的收入也不足三成 至于三个单位之中 我个人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全昌中心 两个字方便 再加上本身它是股足价 纯粹我代入去谷有个收入去看 全昌中心月供都说是19,000多元 海滨花园只是供贵去大概2,000多元 但可以住大一点 那为什么不对自己好一点呢 不知大家有怎样看 不如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还可以comment like和share我们的影片 给身边朋友 让多些朋友认识我们的频道 还顺手记住subscribe我们的胡雪牛市YouTube频道 今次先和大家聊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